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各位三知识 第二第三第四说法十 千万一横厚上来由他等众生 亦已不受一些法固 而已诸乐心的血脱 这说明 初转法轮以后 那么就在欧函的那一段时间 当然这个例子是以释迦牟尼佛 当时说法的次序来做说明了 当时大通至圣佛的说法情况 经文里面没有再详细的说明 我们就不得而知 所以只好配合 我们的教主释迦是 一代史教49年说法 时间比较短一点 那么配合他的这个长时间的说法呀 来加以说明 那么这个第二第三第四 古代的解释 认为都是指的 这个在欧函那一段时间 还是说的这个生命四地 法之类啊 就好像这个欧函经啊 释迦牟尼佛的欧函经啊 平常也是说欧函十二啊 十二年时间 那么说法当然是不止一次 所以有第二第三第四 当然也还不止第四 可能还有第五第六啊 就是几个大概啊 那么以后每一会说法 每一会说法啊 众生都得到很大的利益 而得利益的众生很多 有千万亿恒活杀啊 不是一个恒活 两个恒活 千万亿个恒活 不得了的啊 那么恒活有多少杀子 谁也不知道的 这个说明这个数目之多了啊 显示得利益的众生多啊 那么这个数目之 我们不一定要把它看成一定的数目啊 就是显示很多了很多啊 那么因此啊 每一会说法 每一会说法啊 大通知诚佛 每一会说法 都有很多很多的众生 好像千万亿恒活杀 哪有他 哪有他就是义 千万亿恒活杀 异数那么多的众生 同样都亦以不受一些法 而以诸乐心的血透 义就是一样了 也是了 跟前面第一会说法的情况相同 众生听了之后 从此之后 不入色生相未处法 不接受六臣 不接受六臣境 那就叫做不受一些法 他能够不受六臣境 不被境所转 就是心能转境 那么对于猪肉就能得血脱了 猪肉肉是烦恼 许多的烦恼都断除了 那么他的心地得到自由自在的血脱 到这里为止 应当大致是在欧韩的那一段时间说法 从事以后 诸生文众 无量无边 不可乘数 从事 之前面所说的第二三四 多会的说法以后 那么所度的 生文众就多的不可乘数了 跟佛出家的生文众 乃至在家的弟子 无数量 无边际那么多 不可乘数 就是那个数目之 没有办法说出来了 称是说 没有办法说出他的数目之 究竟有多少众跟佛出家得到血脱 究竟有多少不得儿子 那么这大致都是在欧韩会上所得到的大利益 那么以后 那么还有方当般若 那么十六王子接住就要请佛继续再说大法了 下面是十六王子 请说这个大法 那么这是第三文法得到以后 那么接下来是直至下第二 前面是转半字法轮 转半字法轮 再往下第二是转废半名满法轮 到了法皇会上 把过去的半字教会三归一 废权归十 那么把半字教废掉 就通通过一满字教 就是就近一时的这个法轮 这叫做转废半字教 名满字教的法轮 半满的道理 在四教语说过了 这里说 废半名满法轮呢 经文有七段 按照这个次序 一段一段说明 第一 诸子出家 就是十六王子 听了前面的佛法以后啊 前面不是请佛说法吗 佛说法以后 他们必定都得到很大的利益 因此这个时候 十六王子就跟佛出家了 所以经文说 儿时十六王子 建议同子出家 而为撒咪 我们现在听起来 前面的经文 前面的经文有没有忘掉啊 前面的经文 你想想前面的经文 大同志圣佛坐在佛地寿下 要成佛之前 祥母之后还没成佛 坐了十小节 坐了十小节 还有那些各方面的天王来请法 还有说法 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晓得经过多少小节了 这些王子啊 还是童子 还是童子 我们现在这里只有十几岁叫做童子 像我六十几岁就不是童子了 是老人了 可是他经过这么几十小节 下来还是童子 你想想看这个童子的时间都长了 所以这个十六王子 建议童子出家 他们都以童子身份出家 还是个沙咪 还等于一个小沙咪 还是个童子 就是青年 青少年 那么他们都来跟佛出家了 听过法之后啊 都发现出家 出出家是先受沙咪剑 剃度啊 啊 我们本地台湾人叫做圆顶啊 晚定啊 讲你啊 说你啊 晚定 啊 实际上是剃度 头发剃掉了 剃度 献出家像 啊 剃度献出家像 啊 那么 剃度了 献了出家像 穿了出家衣服了 那么就要先受沙咪剑 沙咪十条剑 十条剑就是八观灾剑 那么 第九不灰是十 第十 不着持身上精英宝物 啊 那么就是 叫做沙咪十剑 啊 八观灾剑只有九条 前八条是 是戒 第九 不灰是十 是灾 所以叫做八观灾 实际上是九条 啊 那么 沙咪界再加一条 不住持 不住持身上精英宝物 就是不拿钱 手不拿钱 啊 是沙咪界出家人 沙咪最起码 要受这沙咪十剑 沙咪是印度化了 翻成中国话 叫做细词 又叫做群集 啊 群西 啊 那么 群修界定会 西面也贪称之 啊 那么 在沙咪十剑里面 啊 还有现在 一般流通的 都是廉池大师的 沙咪十剑 唯一掠要 啊 有沙咪十条戒 上边是戒律门 啊 那么后边 下边是戒律门 呃 唯一门 二十四门 唯一 啊 那么沙咪的十剑 唯一 在那一本书里面 有所说明 啊 实际上 在律藏里面呢 有沙咪十剑经 啊 有沙咪十剑 唯着经 啊 就说明这个实剑 跟威仪 详细分造 七十二种的威仪 那么这个 十六王子 就是佛 还没出家之前 做太子的时候的儿子 啊 听了前面的佛法 以后啊 通通都出家了 啊 他们出家之后啊 都很会用功了 界定会 都清静庄严 啊 朱根明立 智慧明了 啊 朱根通立 智慧明了 朱根通立 朱根就是六根 六根 颜耳鼻舍生意 哦 大概六根 六根 通立啊 就显示 他是个聪明智慧的人 聪明智慧 啊 颜 一目四十行 哦 一看过就不会忘掉 啊 耳朵听过都记得 像欧难尊者 听过就记得 啊 那么 连鼻子闻到香味都能得到 啊 那么他一地一想到佛法 都能得到利益 六根 都很通顺 很利落 啊 朱根通立 显示他是个智慧聪明的 啊 佛的弟子 啊 所以他们智慧明了 很有智慧 啊 呃 对于一切法 了了明白 了啊 彻底明白的意思 啊 他因为有智慧 对一切法 佛说的法 他了了明白 都很清楚的 能够体会得到 啊 能够悟到佛所说的境界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智慧啊 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他过去九眼修来 啊 宜成供养百千万亿诸佛 静修翻横 求欧诺多了三八三不提 这就说明这十六王子啊 他过去九远近来就老早就 不晓得修了多少生多少世了 啊 所以过去曾供养过百千万亿那么多的佛 百千万亿只是举出他的所供养的所供养的所亲近的佛子多了 究竟是几百几千几万亿不得而知 啊 这只是举个大概 啊 也就是说这十六王子各个都是过去九远近来 在亲近诸佛 修行经过很久了 是个老修行了 现在虽然是同职做三迷 可是他老早就 啊 修行多生多迹了啊 啊 亲近多佛 啊 在佛前 啊 静修翻横 佛所制的戒法 如法清静受持 翻就是静 啊 修佛所制的境界 按照佛所说的 法 如法修行 的禅定 开智会 啊 戒定会三无乐学 度同名 那么他的目标要求成佛 求欧诺多罗三无三不得 这是佛的果位 无上正当正约 十六王子的志愿很大 他的目标要求成佛 不是单求治疗 不是像千万 前面的千万亿人 只是听法之后 自己得诸禄 断除了 正正这个俄罗汉国 啊 就完毕了 他们 一愿不在此啊 他目标要成佛 要就近成佛 跟大通知诚佛一样 啊 所以他们的志愿很高尚 都希望能够成佛 这是诸子出家 就是十六王子啊 统统都跟佛出家 做杀咪 还是个童子 啊 第二 请罚 啊 十六王子 他听过前面的 这个欧汉时的罚之后啊 他觉得还不够 因为他还没听到 这个大圣佛法 在后边请说大法了 啊 聚白佛言 世尊 世尊无量千万亿大的声闻 建议成就 世尊一当为我等说 欧诺多罗三摩三不提发 我等我仪 皆共修学 世尊 我等自愿如来之见 身心所念 佛自正知 这是第二 请罚 十六王子出家 现在不叫做王子了 叫沙咪 十六沙咪 这十六位三民 通通都来到大通知圣佛的面前 聚 共同 十六位 欲口同音 向佛请求说法 秉白于大通知圣佛说 世尊 以下就是十六王子请求的法 世尊是持得大通知圣佛 那世尊呢 前面您说的法呀 这无量千万亿大的声闻 有那些声闻人呢 都证到俄罗汉国 皆以成就 有他们四字一般了 四字成就了 所作一半 不需要好友 那么他们都成就了 都证到俄罗汉国了 他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那些声闻人证俄罗汉国 目标达到了 可是我们还没了 我们还有所要求 世尊也应当为我们这些 由大圣根性的弟子们 为我等说 我诺多罗三摩三摩的法 就成佛之法 简单说成佛之法 我不是单求俄罗汉 俄罗汉我不求 我也求成佛 我希望跟佛一样 将来都要成佛 如果佛能够跟我说 这个大圣佛法 修学成佛之法 那么我们大家听了之后 都会共同来修学 我等我一接共修学 我听了之后啊 就会闻而思 思而修 闻思修 上会俱足 我听过之后就好会 好好的用功修行 他为什么请求大法呢 为什么请求说这个 佛果上的无上菩提法 下面说明他的原因 是说呢 我能自愿如来之见 这是他的请罚的原因 我们十六个人呢 我们的志愿呢 是希望能够成就佛之佛见 如来就是佛 希望成就跟佛一样的之见 佛所知的我也要知道 佛所见到的我也要见 就是佛所亲证的 我都要证到 我要跟佛一样 简单说 我要成佛 我不是要成俄罗汉 我也成佛 那么佛的身心所念 我的身心所念 佛自正知 我内心 内心深处 所有的信念 所想的 所希望的 所求的 佛有这个 微妙的智慧 以佛的妙观察之 观察我们 必定会知道 我内心所期望的 这佛自正知 我想不用我说 以佛眼来看 佛的 他心所命 就能知道 我们的内心所 所期望的 佛自正知 说明他们的目标 是求成佛 不是单求 这个 欧罗汉国而已 所以前面说的 圣文法 他不够 希望能够成佛 请求佛 说欧罗多罗三毛三不得法 下面第三 所将一出将 文字说到这里 同时 因为看到这个 十六王子的发心情况 跟这个转轮圣王 同来的那些大众 都发心要跟佛出家了 所以下文就是 所将 是指这个转轮圣王 带的来的 将是带的来 跟着转轮圣王来的 那些人 都跟佛出家 而是转轮圣王 所将众中 八万亿人 见十六王子出家 一求出家 王进 听起 那个时候 就是十六王子向佛 请罚的那个时候 转轮圣王 就是佛的父王 好像释迦摩尼佛的 父王 敬犯王一样 这个转轮圣王 就是佛在家的时候的 父王 那么佛成佛以后 他都到这个 到常来 亲近佛 那么当时同来的人 有八万亿人 那么多 将是跟他来 带入来的 所有的大众 他跟他一到来的 那些大众当中 有八万亿 八万亿那么多人 看到十六王子出家 他们也发心 也想出家 也求出家 但是要出家 要得到转轮圣王的准许 就在佛咒前 向转轮圣王请求 我们也要出家 我看十六王子出家了 我们也想出家 希望大王那个准许 王就听徐 王 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随时就答应他们 听准许 听是答应 徐 徐活 可以吧 你们发心出家 那好急了 那么 既然大家都发心出家 转轮圣王都是很高兴的 答应他们出家 那么这些八万亿人 都跟佛出家 第四 佛受情 大通至圣佛 接受 这个十六王子的邀请之后 就说大法 从方丹波勒到法法 而是 比佛 就是比大通至圣佛 受三明经 受十六三明的邀请 过二万节一 难以四中之中 说是大圣经 明 妙法令花 教 菩萨 法 佛所 复念 以后说法法经 还没说法法经之前 还经过二万阶 不过这个二万阶不晓得是小阶 中阶大阶 不得而知 总之不管它是大中小 总是十二万一 二万阶 二万阶那么久的时间 这个二万阶的时间 波勒没有四啊 不是坐在哪里睡觉啊 那么他这个二万阶做什么呢 古的解释 说这个二万阶啊 就是说的方等 波勒 以释迦牟尼佛的一代使教来背后 前面是欧函吗 欧函说完了之后 十六王子出家呀 那么十六王子出家就请求佛说大法吗 那么要说大法之前不可能一下子就说法法经 因为必定要先慢慢把它好好的成就他的这个大心啊 所以先说方等的大教啊 方等就是大圣佛法的四教并谈的大圣佛法啊 那么然后说波勒啊 这个戴通别证明原教的波勒的教门啊 这个法门 那么这个二万节的时间呢 就说方等波勒 过了二万节 这么长的时间说方等波勒以后 乃于四众之中啊 当时听众四众都有啦 出家的比丘比丘尼 再家的尤婆赛尤婆仪 在四众当中啊 就说这个大圣经 什么经啊 他名目就叫做妙法联法 就是现在临参会上释迦牟尼佛说的一样的 妙法联法经 这一幕经是教菩萨法 教导菩萨修行的方法 要他体振诸法实相 开始侮辱佛者之间 所以是教菩萨法 佛所复念 依法修行的菩萨 始方诸佛都复持他 复念他 希望他能够如法成就啊 将来成就佛道 那么过了二万节之后啊 大通至圣佛才说法法经 说是经于 十六三名 为奥陆多罗様三菩提供 皆供授持 奉送统离 这是十六三名啊 听到佛说法法经之后 他最重要的目标达成了 法法经 正是教菩萨修行的方法 成佛的方法就在法法经 所以他们听过之后啊 十六三名听过之后 为了要成佛的缘故 要成欧陆多罗三菩提 就成佛 要成佛的缘故啊 他们就授持这个法法经 所以法法经 成佛的 专讲成佛的 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里 习惯有这么一句话 成佛法法 要成佛就要修学法法经 法法经专教人成佛的 法法不但是金王 他是专教人成佛 因为他专教的 众生修行成佛的目标 使他能够成佛 所以叫做金王 那么他们为了要成佛呀 十六王子都在依法法经的修学 好好的学习法法经 所以十六三菩听过之后啊 各个都能相信而受持之 信不但是了解明白 而且深深的相信法法经所说的道理 而知佛在心法当中 不会忘失 这叫做信受 他们共同受持这个法法经 他能相信能接受受持这个法法经 封诵通理 起初听了只能够按照文字啊 一句一句记下来 如果有文字就把它读书 读书封就是出生 朗诵了 朗诵 把它读书了 很通顺很流利 通利呀 道理彻底明白 法法经的内容的道理彻底明白 读了解怎么修行 那明白了 和封诵通理 这就是请佛说法 佛受请以后 那么说出这个法法经了 第五 始终有解不解 当时听佛说法法经 所有的四重历史当中 有的人了解 也有不了解的 所以有解的 有不了解的 说是今时 十六菩萨沙弥皆是信受 十六菩萨沙弥 他们是不但是沙弥 而且受过沙弥界之后 就受菩萨界了 菩萨 菩萨界是通界 通与七重都可以授受 七重弟子都可以授受 出家五重 比丘 三弥 男二重 比丘弥 比丘弥 十叉摩南 三弥弥 女二重 女三重 女重出家有三重 男重出家有两重 所以出家中有五类 那么因为沙弥 还在比丘当中 女重的四叉摩南 沙弥尼 还在比丘尼当中 平常说出家有比丘 比丘尼 详细分类 他没有受比丘界 没有受比丘尼界之前 另外还有小重 比丘之前有沙弥 比丘尼之前有四叉摩南 沙弥尼 中国佛教里面 已经没有四叉摩南了 在家中有尤波赛 尤波音 这些大众当中 七重弟子都可以受菩萨戒 菩萨是通戒 七重戒是举一戒 举一举一当众的 那么菩萨戒在家出家都可以受 现在我们在台湾的一般传戒的情况 在家中受的是尤波赛戒经的六重二十八心戒 出家中是依照这个梵王经菩萨戒 十重四十八心戒 实际上菩萨戒是通一在家出家 只是梵王经也是通一在家出家的 梵王经的菩萨戒不是出家的专利 因为经文菩萨戒里面明明有说 国王受位时百官受位时都应当先受菩萨戒 国王百官都是在家人而且是做官的 他们都应当先受菩萨戒 可见梵王经菩萨戒是通一在家出家 出家人可以说在家人一样可以说 所以菩萨戒是通一四重弟子 通一七重弟子 因此十六沙弥 他出家受过沙弥戒之后 他就先受菩萨戒 他为什么急着受菩萨戒 因为他目标要自度度他 要行菩萨道 那么他不急于受比丘戒 不急于受比丘戒 宁可做沙弥而来行菩萨道 叫做菩萨沙弥 做沙弥而行菩萨道 他用意就是以沙弥身份行菩萨道 要比比丘要方便 因为比丘他是住持身保的行相 领导者 那么行起菩萨道来 他处处要注意到比丘的身份 要住持佛的正法 不能像菩萨那么方便 所以以沙弥的身份来行菩萨道 要比比丘要方便 很有这个可能 所以他只以沙弥的身份 而来受菩萨界 叫做菩萨沙弥 最近有些学生文力的人 学生文力的出家人 毕丘 他因为要弘扬生文力 有一个情况 台之菩萨界 甚至写出文章来说 菩萨界非法 他说这个菩萨界不是佛法 那么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实际上这样子以后又会生起一种争端 并不大好 他就说这个台湾佛教 戒传了那么多佛法 戒法并不新 不新的原因 他就赖在菩萨界的头上 他因为大家都受过比丘界 就受菩萨界了 所以这个圣文界就不新了 不能赖菩萨界是不对的 不能赖菩萨界 不是因为他们受了菩萨界 生文界就不新了 不是这样子 那么应当是他别有原因 这个戒法不新 另外有原因 他没有去寻求其他的原因 就把整个这个问题 赖在菩萨界的头上 是不应该的 这是最近才看到 佛教杂志里面有这么一篇文章 他对于菩萨界 他就不诞成 他说这个菩萨界不合法 非凡 当然站在生文界律上来看 菩萨界不是他所有的 他看进这个广力的律障 里面没有菩萨界 因为他本来就是生文律 当然没有菩萨界 例如说 您在小学的课本里面 哪里找到这个大学的 因为我们就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在这一篇文章里面